黑胡椒 白胡椒 那你知道 它们其实来自同一棵胡椒树吗 两个都是同一品种 原来黑白红绿四种颜色胡椒 全部都来自这棵胡椒树 当它是宝宝果实的时候 颜色是青色 摘下来就是青胡椒 有人用整串来煮菜 泰国见过那些青色胡椒 那些就叫新鲜胡椒 那些都辣的 那些就像当葱那些用法 带清新香味不会太辣 迈向美观不过很硬 通常取其香味不会吃 未成熟的青胡椒栽下来 把它晒干或烘干 外皮会变黑就变成黑胡椒 黑胡椒就要等它封干 还有发烤这样 辣味强有提香作用 西餐常使用 如果不把青色胡椒宝宝摘下来 等果实成熟 会由青色变红色 摘下来有两种做法 直接烘干就是红胡椒 不过味道不香又不辣 很少单独当调味料 通常会混合其他胡椒 放在食物上 让颜色更漂亮 如果不烘干 泡水两三天 去除外皮剩下中间白色部分 再烘干就会变成白胡椒 有人会整理食用 例如煮胡椒猪肚汤 常见做法是磨成粉 是四种胡椒中最辣的 中菜常使用 吃粥调味用在海鲜 肉类去腥等 青胡椒 黑胡椒 红胡椒 虽然来自同一家族 但你知道哪一种最贵吗 其实白胡椒是贵过黑胡椒的 只不过你在市面见到那些胡椒饭 那个价钱可能比较便宜 所以你们变相就觉得 好像说白胡椒 比黑胡椒便宜 其实做白胡椒的成本 比黑胡椒高很多 要等它那个成熟期 和它那个工序 那你浸水 可能你不是只浸一次的 可能你都要浸一段时间 它才可以默衣 跟着风干 但是市面上的白胡椒 真的比黑胡椒便宜很多 为什么呢 可能你市面上 见到几元支那些 可以抠了很多杂质 由于白胡椒通常磨成粉 容易混入颜色相似的 黏米粉 甚至是辣椒粉 节省了原料成本 价钱自然低一点 其实真材实料的白胡椒粉 比磨成粉的黑胡椒粉更难贵 不过黑胡椒多数原力贩售 或磨成粗粒使用 难以混入杂质 所以纯的白胡椒粉 当然会比较贵一点